我現在在茄定海岸 這次的凱米颱風造成了8艘的貨輪 擱淺在台灣的沿岸 然後現在在這邊是四浮亭 然後這一邊是茄定海岸的牌子 然後後面這一艘就是這一次擱淺的貨輪 上面的12名漁民 全部都是貨舊 然後這艘船叫做新麗魚港 它跟海這樣在一起 感覺是一個特殊的景象 這兩個也蠻多人來拍照的 那個就是新麗貨輪 都有人在這邊來拍照 那這邊的話擱淺在那個位置 然後這邊可以在前面這樣拍 那過去可能不太方便 因為現在就是有一些救難人員 都在那邊處理那個船隻 那現在擱淺在那個地方 然後它現在這個位置是這樣子 7月24號 凱米颱風降臨的那個深夜 相信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 在風大雨大致下都是睡不著了 那天的深夜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8艘的船呢 擱淺到了台灣南部的近海 那這一艘船呢 它就是擱淺到了茄定海岸公園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你看它這個撞擊的位置 雖然它是有靠岸 可是我這次強行被風吹過來靠岸 可以想像當時的力道是有多麼的大 我們在家裡都可以感受到那個風 更何況在船上是搖來搖去的 那這12名坦上尼亞的船員 非常的幸運 被海巡署的人救下來了 坦上尼亞其實跟我們台灣並沒有邦交 但是我們那一天 在台灣也蠻多災難之下 仍然是有人去把他們救下來 那這是十分的感激 那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厚道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看起來 就後面就是茄定 我第一次到茄定來 這個茄定海岸公園 它也叫幸福海岸 這邊真的蠻漂亮的 這邊有涼亭 有洗手間 有美麗的海岸 這邊真的是有空可以來走一走 這邊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這裡是新達岗 就在剛剛那個茄定海岸的前面 這邊就是這次颱風的另外一艘擱淺的貨輪 這邊好大好長喔 這艘叫做宏盛88號 那這艘船的話 它有38個它的龍洞貨櫃 跌落了這個海底 那還好 還好就是它發明船員全部都是獲救 被我們台灣這邊的海巡署給救上來喔 台灣人最愛救人的全是獲救 這艘紅森88號船 因為它擱淺的位置在比較下面 那人下去比較不方便 所以大家來這邊看呢 都是遠遠的欣賞 那沒有就近的去看 那它這個擱淺的位置 也是有一點斜側 那唯一這邊有一點疑惑的話 就是說它38個冷凍貨櫃 它已經是掉落到海底了 那這個的話我就不曉得說 它這個是怎麼處理 那因為我今天在這邊拍攝 我究竟都是有聞到一股味道 我不曉得是油耗味 還是說這個是漁港的味道 也分辨不出來 那目前這個味道並不是說很好聞 所以不曉得說這個是味道是我個人不習慣 還是說它有什麼東西掉落在海裡面 那這個也不曉得 那也是希望說這個 如果說貨櫃掉到這個海裡 不要造成污染 那也希望說這邊趕快恢復它原本的一個狀況 最幸運的還是八名的中國籍的船員 全數獲救 雖然當時可能受了蠻大的驚嚇了 不過呢 人能獲救是最好的 命留著 錢沒了也沒有關係 錢可以再賺 但是如果說命沒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也是再恭喜這八名的船員獲救了 這邊是黃金海岸的洗漱 你看它這邊那個排風的風浪 像這邊還是有持續一點微風在這邊吹喔 然後這邊就是另外一艘擱淺的蘇菲雅號 然後這一艘它是西菲的多哥吉的船 看一下因為它現在已經擱淺在整個 整個岸邊了喔 來 走吧 這個可不是拍電影的場景 這是真實的船擱淺 那這個是在黃金海岸 眼前看的這個非常漂亮的海岸 跟這個美麗的大船不是大井 那現在目前你會看到蠻多人在這邊的是在拍照 因為這次船擱這個船呢 它是比較靠近岸邊 而且是在黃金海岸 人可以走動的位置 所以很多的攝影愛好 還有一些觀光客現在都來這邊打卡 這艘從非洲來多哥吉的貨輪 它上面有九名緬甸的員工 那其實非洲的多哥吉以及緬甸 跟我們台灣並沒有幫交 然後在那一天這麼忙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海巡署的人來救他們 如果大家有在網路上有搜尋到 大家有拍下來他們救援的畫面 真是讓人家非常的感動 因為那天其實下著非常非常大的雨 那我們這邊也有災情 那仍然派出這麼多人去把他們救下來 我相信他們心裡也是感謝的 那也非常恭喜這九名緬甸的員工呢 能夠獲救 那也不是說所有這次擱淺的都是非常的幸運的 擱淺的八艘船裡面 其中兩艘是剛剛拍到的是在高雄 那這一艘呢是在觀光區黃金海岸 這一艘是在台南 那其中有三艘 現在目前是停在屏東 那也並不是說每一艘擱淺的船都有獲救 這其中有一艘浮順輪船呢 它是沉沒了 那目前已經知道是九個人落海 目前是只有四個人獲救 五個人失蹤啊 那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幸運 那有獲救的呢 也是非常的恭喜他們 我相信他們也有感受到我們台灣人的善良 並不會說因為呢有沒有跟你有所邦交才決定要不要救你 那這是我們台灣人在這次的災難當中展現出一個救人的一個胸懷喔 那我其實我也非常佩服那天風大雨到出門去救援這些人的一個海巡署的人員呢 也是非常的感謝他們 也希望這一次的墻台的一個災難不要再發生在我們這段台灣的福利喔 那祝福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對環境能夠好好的愛惜 防禦